王一博,作为一名舞蹈家,他看起来更有吸引力。 赵丽颖在红色中意义地迎接新年的到来。 王一博赤脚跳舞,这次居然没有唱歌,回归舞者的他更吸引人。 这次UNIQ王一博的舞台居然是跳了一段现代舞,没有了街舞的酷,却有了民族舞的美。 这个身段,这身装扮,着实让人眼前一亮,王一博在自己的新歌像阳光那样中,缓缓舒展开来,身穿白色衬衫,大开大合的内搭,黑色的垮裤,赤脚站在舞台上,这一刻,感觉这才是一位舞蹈演员。 这次跨年演唱会,原本以为他会献唱自己的新歌,结果呢,并没有,他然用纯舞蹈的方式呈现自己的作品,着实有点惊到我了。 回归舞者身份,更加纯粹,更符合王一博的个性跟风格,毕竟这首歌不太适合边跳边唱的呈现。 与此同时,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欣赏这首歌的意境,纯粹跳舞的王一博,这让我们反而心生敬意,这么大幅度的动作,肯定不可能唱得到位,索性直接来一段舞蹈,反而更加真诚。 这首歌是充满希望跟力量的,用纯粹的现代舞的方式,加上舞台灯光的配合,给人营造了一份春天破土而出的感觉,冲破冬日里的寒霜,带来一份崭新的新世界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这次王一博是一名舞者,给我们带来一段纯粹有故事的舞蹈,看他跳舞是一种享受,自然也会有人说,他没必要,完全可以唱一首燃炸的歌曲,但是这不符合王一博的个性,总是用一个别样的方式,来表达自己,这就是王一博啊。 是啊,这就是王一博,从来不会重复,总会给你新鲜感,以前的跨年,他会带来节奏欢快的歌曲,在水中跳舞,骑着大摩托给你送礼物,让你感受到欢快的现场。 他也会带着自己的态度,从高空而降,更会说想有个高空威亚,来一个前滚翻,让你感受到这份刺激的感觉。 同样,他也会在自己二十五的一年里,带着自己的念,喊着Stand Up,躺在舞台上,缓缓起身,给人一份成长跟稳重的表达。 而这次的王一博,更加沉稳跟收敛了,但是内在的力量逐渐增加了,他不需要华丽的表演,而是回归初心,让大家记住他还是一位舞者。 别人的舞台表演都是唱跳一成不变,唱歌好的必然歌声让人记忆犹新,同样,这次王一博不再是歌手,而是一名舞者,单纯而直接的方式,告诉我们,他是舞者王一博。 回归舞者,这次的舞美设计真的跟歌曲完美的匹配,落下的树叶,还有黑白色调调和出来的意境,王一博在里面穿梭,配合着歌词传递出来的温暖跟意境,真的让人感动。 在王一博这个舞台表演结束后,瞬间微博热搜直接点爆了,王一博赤脚跳舞登上热搜榜第一,这也是今年王一博第一个排名的热搜了,着实有点惊讶。 没想到这么多人关注着他,同时呢,看了一下收视率,果然王一博出现的时候,直接拉高了东方卫视的收视率峰值,破了一,这恐怕是今晚最大的一个看点,只想说一句,这就是王一博,一个独树一帜的存在,能够成为顶流,必然是与众不同,有实力的同时还有自己的特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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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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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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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early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